第一场插肉对阵ACT的第一局上半场 绝这边不出意外 女巫然后搬掉了机械佣兵 这样的话是放出了一套带祭司的超修流 这道阵容是这样子的 这道阵容在其他的地图里面 我觉得当然不谈唐人机 比赛里面其他地图里来讲 应该这样讲 就是永眠阵和月亮和这个阵容还是不错 但其他阵容里面绝对没有 就是佣兵前锋配超修流厉害 因为祭司融入这个体系以后 这个阵容它会显得比较脆 但是如果说你换成一个佣兵的话 这阵容就修得很快又很扎实 救人很稳定 那么现在的话感觉这个祭司应该是当一个二就位 如果说取悦上来能够比较舒服的找到一茬的机械师 我觉得这把取悦还是比较好保评的 取悦只要不要投铁对吧 不要上去硬钢一个囚徒 问题都不大 这个囚徒还是要这样的囚徒 要这样拥兵被搬掉了 拿了一手囚徒 看这边找到机械师还不错 这里走位抽一刀 好的 然后原生这边好像是停掉了 原生停掉的话这里 我是觉得它这边原生反拉会好一点 它原生正拉的话呢 这个位置万一进窗口以后 比较尴尬的 它原生反拉 然后本体跟着这个机械师 然后等到原生自动跟随起来以后 这边放狗咬 感觉抓的会更快一点 它这样的话好像是想省一只本体的狗 就利用自己的走位来带走 架在这个点放狗 也行吧 这个位置架住的话 囚徒想断电 想断狗 没得成功 这一手电如果断掉这只狗 有一说一 还真的机械师能多拖一会儿的 现在的话这里信徒是不给界势 压住了囚徒的密码机 那还行 对于局来讲 这波击倒的时间不算慢 而且还干扰了一台机子 平局应该是可以拿下来的 不出意外 意外是什么的 意外就是祭司前锋这两个不可控的点 对吧 比如说祭司到时候剪个圈 然后你这边将基劫师祭导 以后没去管他 那边信徒 穿个大洞 削个信徒什么的 我们也不是没见过的 这种意外 也不能算意外 把穷者的一些优质的高超的天秀配合 是可能的 但是取悦这边稳扎稳打 穷者这边也想稳扎稳打 这终于刀就是想把这街市给卖了 想把这边街市给卖了 前锋在这边压着 前锋在这边压着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的话待会儿 这边的遗产机前锋可以补 同时前锋可以减 哎呦来救了 我觉得不救会更好一点 这边等女巫走了以后 前锋这边对吧 一波状 狗子咬住 拖一会儿咬住 想要博弈 这个时间的话还真不好说 这个 当时我的剧本是这样子的 前锋压着不出来 对吧 你这边女巫 就算是看到前锋了 前锋不往前顶 你这边也就是放狗打一刀 然后呢 我这边前锋 如果说能够剪个圈 萧哥信徒 他这边可以剪积业式的娃娃 然后呢 自己可以补这边的遗产机 然后他可以剪积业式的娃娃来用 我觉得对吧 就是两全其美 这里的话女巫能不能切个闪 切闪了闪现漂亮 节奏不断 再次挂上 虽然说 这边 修机的一个 这套这种修机很快 但是取悦这边节奏不断 直接将前锋击倒的话 外面的机子还是不太够啊 现在是差了两个半台 需要囚徒可能连一手机 但是取悦这边也是知道你什么情况 我这边过来想补个信徒 但是囚徒这边利用一手穿洞走了 能再补一个信徒的话 取悦这把多抓的面很大 因为这个信徒一补的话 他押住求者那边的机子了 祭司 祭司得卡半旧 卡死旧 这里囚徒一个人修两台 我们来看一下囚徒修的是多的那台还是少的那台 他如果修的是多的那一台 机子不够 他如果修的是百分之七十几的那台的话 机子好像也够 机子好像也够 主要镜头没给到 这边前锋拉球 过来 一刀 那 这边囚徒应该是修的是多的那一台 也就是说他要跑到百分之八十二的那台机子去补 而这里的 祭司又没有办法来保住这个前锋 上挂飞的前锋 取悦这边想押击 想押击 站住 挂前锋 挂前锋 这边信徒到了 信徒到了 信徒到了 签 好的 再切 能不能再切手 过来找这个囚徒 祭司是有信徒的 而且祭司消不了圈 他这边求稳先把人挂下 挂上以后挂飞这边的话祭司的门 因为祭司这边的信徒是离的比较远啊赶过去的话门应该是点开了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地窖在哪里 囚徒这边好像是想冲地窖 绝这边没有闪现 原生信徒没有闪现这边再来 往前顶 有耳鸣 炸点有一手电有一朵电吃消耀漂亮 在最后关键时刻 求生者还是顶住的压力 这也是可以看到就这套阵容 修的快那就是王道 然后在 开门战的时候呢 取悦这边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拦住祭司 这样的话他可以争一个四抓 但是 如果拦不住这个祭司 那么 囚徒就会跳跃跃 如果当时他直接就是挂飞前锋 以后切人 原生去找这个囚徒的话 应该是大概率能拿下一个三抓的 稍微有点可惜 好